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YouTube Channel的第一集 我是阿車 陳哲 Yo 回應粉絲朋友的問題 第一位朋友呢 他就問我說 如果下午月辦這個飄移交流派對 想要邀請我的話可不可以 我當然希望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參與 到時候 陪企判人家 就是有沒有想過跟你們去一個小旅行 我當然習慣是從我出道到現在 每一次看到你們來現唱 一堆粉絲的時候 我就想說 如果有一個大巴士 把你們一起載著走 帶你們去四更莊 馬六加 冰城 飲一包 去吃美食 小小的一個Shot Trip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 出道十年那一首歌的意義比較大 厚臉皮吧 那時候拍完逆空十花一飛回來的時候 就跟小東合唱 我還記得那時候跟小東不太熟 我們是透過那個 MSN MSN的這個Videocall 我們互相聯合 然後練歌 當時候還鬧了很多的笑話 就想說為什麼小東不在唱烙拍 一直烙拍啊 他一直是那種 不在拍子上 然後才發現 本來網路明明就是有快感 他當然會烙拍 健身的bro 哇 已經沒有什麼在健身 現在只有剩一堆的 肥 先一位朋友寫說飄移 就是叫我一次去飄移 我是越飄 不是越厲害 我是越飄越黑 你看現在整個黑蛋一樣 唱歌演戲和飄移 目前對哪一個比較大的野心 演戲啦 我還是很喜歡演戲 演戲比較大的話 你希望十年後的你會是什麼樣 還是一樣這麼的有活力 有一股傻勁 然後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應該是十年後 希望我怎麼樣的話 就是繼續的固執和任性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我在電視螢幕出現 我接下來也是有新的電影要上映了 叫做Fly by Night 非常到就在4月11號就會上映 所以到時候你可以在大大的螢幕看到我 OK 愛過小冬嗎 我 當然愛他啦 最喜歡的台詞是什麼 我叫洪天哲 我是民攝影師 看我的厲害 好像是這樣子 你們有記錯了嗎 看我 民攝影師 洪天哲 對現在的年齡成有什麼感想 說老都老說年輕不年輕啦 就是如果讓我回到十年前想要做些什麼的話 可能不當藝人看一下我生活會是怎麼樣 繼承爸爸的家業吧 會不會自己有一個大學生活像偶像劇一樣 瘋狂一下 享受一下年輕人的生活 揮霍我的青春 有沒有機會跟小冬和體育在一起演戲 follow我們的這個Facebook 你就可以知道 這位朋友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來自中國的 你竟然是翻牆 來問我這一道問題 然後問我身高多少 我身高呢是170億 希望還可以繼續長高 還有拍高校鐵金剛2 如果給我拍的話 當然我想要拍高校鐵金剛 有什麼人生目標還沒完成的話 就是如果是說近幾年的話 潛水至少吧 會掉高到 每一次要去下水的時候都會生病 不然就是割傷 不然就是有工作 希望就是能趕快完成這個目標 什麼時候辦聚會 希望今年吧 就是真的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你們 來一個很難忘的聚會 出道了這麼久 真的哪一段時間最難好 五六年前吧 五六年前那段時間是最難好 演過那麼多的角色 最喜歡哪一個 八度空間的最佳難主角的 名號 好 最後一題呢 就是什麼時候要結婚 或者是結婚會不會請粉絲 我覺得結婚不應該請粉絲 你們會不會心碎 會不會覺得說 請我們應該就是要騙紅包吧 那至於你們想要看什麼樣的題材 什麼樣的video 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關於到我的話請留言 我會去看你們的留言 一一回覆你們 那我希望呢 可以透過YouTube Channel這個頻道呢 跟你們分享更多我私底下的生活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繼續留守這個頻道 Stay Tune 你還記得要Subscribe 記得要分享出去喔 OK 還要按這個 小叮噹 小叮噹 蛤 小叮噹 欸是小鈴鐺耶 小鈴鐺 collective 小鈴鐺 小鈴鐺 唱 感谢观看